你怎么在这儿 肖肖 你的衣服 骆佳恒你在做什么 我 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 对吗 不是的 这 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要相信我 是 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 因为相信你 所以我的设计稿才会被偷 因为相信你 我的衣服才会被毁 肖肖 你冷静一点 骆佳恒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真是太卑鄙 太无耻了 你凭什么骂他 肖肖 你们俩怎么了 我们巴瑞的副总裁 还轮不到你来叫他 蔡永昕 肖肖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希望你这么说他 肖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所有的心血 都被他毁了 不是的 我 我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子了 真的不是我 我相信贾衡 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相信 一唱一鹤的 你们俩还真般配啊 你们巴瑞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之前就抄袭笑笑的作品 现在为了拿到压轴的翻位 又在这儿演戏是吧 你有完没完 你能不能 你 你 你什么你 人赃俱祸 有脸做没脸承认啊 等一下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捋一捋 笑笑 余笑笑 压轴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愣着干吗 袁总 抓紧时间啊 下一场是你们的 现场都hold不住了 我知道 袁总 出了点状况 什么情况 袁总 袁总 这干嘛呢 玩呢 玩我呢 这破衣服怎么上啊 怎么搞的 算了 算了 有愿没有 有 有什么 给我十分钟 马上搞定 几点了 没时间了 我也帮不了你 袋总 压轴作品用你们公司的吧 行 没问题 压轴作品用鲍瑞公司的 他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 鲸鱼的四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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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看到你 晓晓 你放手 晓晓 晓晓 加油 晓晓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想和你聊聊 晓晓 妹妹 还要多久 我腰疼 别动 我其实还没骚脑 你说你们小梁跟我吵架 吃个饭看个电影得了 是不是 你俩吵架你别震惩你哥呀 以为你神经病吧 谁跟那小梁可 妹妹 你要注意一下国际影响 再说了 我还等着她给我投资马金管呢 你为了你哥 你是不是要 你为了什么 你问骆家衡要投资了 不是 我这 我这跑龙套的也没什么收入 这 我这不是想搞个副业吗 余薇 你神经病吧 老余家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说 你俩这不是好了吗 他呢 还有个姐姐 咱们这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谁跟那一家人了 要过 你跟他过去 不是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 不是余笑笑你这画的是我吗 我说你这猪你也画了 是不是 要不这样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雨薇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耳边嗡嗡嗡的 小面还是超手啊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我想静静 静静我是哪个男的 哥 几百年前的老梗了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 那你慢慢想你的静静吧 过去想我的心心了 诺佳恒 你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毁掉我吗 谁啊 早 魏哥 我说我怎么右眼皮一直跳呢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笑笑 我是不是多少年前就跟你说过 离我们家远点 你怎么还来啊 我 那个笑笑在不在啊 不在 谁啊 笑笑 我 怎么是你啊 师兄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我在那看你走得着急 后面牙咒作品也换了 就很担心你 所以我想来 所以什么呀 谁是所以 所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哥 你什么态度啊 师兄 我没事 这段时间谢谢你啊 一直帮我 你没事就好 只要你有需要我都在 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要不师兄 你先撤 你不舒服啊 那 那你好好休息啊 明天我来接你上班 不用了吧 我 我 我这肚子 师兄 拜拜 你怎么 我先去厕所了啊 你没事 晓晓 你没事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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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他 走了 走了 走了啊 走了 干什么 你没听见晓晓说吗 肚子疼人有三斤 你懂不懂事啊 他 他肚子疼我看一眼 走了 人家要上厕所 我 慢走 不送 慢走啊 走吧